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1月29日,是春雨第九天,农历蜡月24,随着新年越来越近,返乡的高速公路压力也随之增大,安徽境内多条高速出现拥堵状况,其中南洛高速一度拥堵超过40公里。 图为安徽河六叶高速空中秒看,沿江高速、河无高速、河六叶河极广等高速,也出现大面积拥堵。 为了减轻高速交通压力,有关部门不得不关闭高速入口,并对威化品车辆实行进入。 图为安徽河六叶高速空中秒看,由于返乡车辆过多,事故也不断。 据悉,1月28日早晨7点多,G35G广高速安徽景德镇,往旺江方向904公里290米处,东至县境内,就发生一辆小车追尾另一辆小车之后,一辆大货车又追尾这两辆小轿车,造成三人死亡,事故造成现场一度无法通行,大面积拥堵。 直到中午12点后,现场封闭解除,道路通行才陆续恢复,图为安徽河六叶高速。 空中秒看,1月28日下午,摄影师来到拥堵严重的河六叶高速,空中秒看,河肥至六叶方向拥堵的车辆,一眼望不到头,高速公路俨然成了一个硕大的停车场。 而反向六叶至河肥反向车行稀少,甚至可以开飞机,图为安徽河六叶高速空中秒看。 在河肥绕城高速众星服务区,一位返回河南的司机告诉摄影师,他从浙江明波返回河南南洋,从明波到河肥这段500多公里,就开了15个小时,入口不得不封闭。 其中既广高速,景德镇往望江方向花园服务区,因车辆太多,不得不暂时关闭入口,图为安徽河六叶高速拥堵的车辆,犹如长龙。 而据了解,随着新年越来越近,安徽境内高速由南向北,由西向东方向压力还将封大,回家的路注定不会很通畅。 图为安徽河六叶高速空中秒看。 图为安徽河六叶高速空中秒看,一边拥堵一边空旷,将与摄影员创作品,未经授权,严禁。任何形式转载,侵权必究。